接下来掌声有请60位上场 首先我们要面对的第一道必答题 还是来自于我们短片即将给大家提供的信息 请看 前世不休 来世修 转世还要升晖州 一年四季天涯外 竹林深处有乡愁 古晖州的韵味既有书香的清烈 也有乡愁的醇厚 抹去历史的尘埃 这样的韵味依旧在黄岭古村弥漫 黄岭隶属江西物园 翠竹环绕的古村落 临梯田花海而生严 竹林让阴云雾矮经久不散 可农作物却要尽快晾晒入仓 于是 一种晒秋的习俗 在这里历经五百多年长盛不衰 竹子被劈成灭条 经村民桥手变成大大小小的竹匾 秋收时节 家家户户把长木杆固定在窗外 摆开竹匾 晾晒作物 春晒山爵 水笋 下晒干菜 果蔬 秋晒辣椒 黄菊 多晒果斧 腊肉 晒秋在一年四季延绵有序 岁月流转 黄岭人保留着晒秋的喜悦 也保留着一丝淡淡的乡愁 难怪有人称它是最美中国符号 第一道题 请听听 作为我国典型的农俗现象 刚才说到的晒秋 这当中的秋可以解释为 A 秋季 B 农作物和果实 C 秋天特有的活动 开始 时间到 正确的暗示 B 农作物和果实 我们来看各位答题的情况 本轮答题 答对人数57人 答错三人 只有三个人没能答对 好 这道题目目前排行信息 王铁雪 王铁雪排在了第一位 我们的小财女排在第二位的是林昕 加油 江姐老师 这个收成啊 粮食啊 穀物啊 最后你要铸肠 铸肠的时候呢 必须要让它水分不能太多 水分多了以后会没烂 那么要把它晒干 那么在别的地方呢 我们经常比如说江南水乡 北方它可能有个晒股场把它晒起来 北方可能它也会有这个玉米啊整个放在地上晒 北方那床院大 对 很大 它就是放在地上晒 那么物园为什么它是个山区 丘陵地区 整个呢 这个很小的一片平地都修了房子了 那么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它从这个房子上面伸出了很多的竹竿木头 然后再用大的扁搁在这个木头上 这样的话呢 也是一种对这个空间的综合利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